我好像是最后一个直记的 全周见了 什么叫宾至如归 哇 这细节做得好好 出去吃个碗 但回来还有夜宵 二百多块钱 你要啥手表 自己做早餐也不穿 面线户 自己包的料走 让他出去吃什么小吃 要走了就让他有碗煎糕 这边订外卖订的也是这些东西 网红的芋头饼和麻糍 那个对排的真的是太可怕了 其实陆边买的一些小吃味道也不错 全周的麻糍是这种椭圆形的 把温柔的麻糍放在手上 包上黑芝麻和花生粉 还有那个脆片 馅料巨满 吃一口就爱上了 香甜脆糯 全周的四果汤是可以选四种小料的 蜂蜜水做底 一定要加石花糕和芋泥 烧烤我们吃的是铁匣 是刷甜咸口的花生酱的 不然觉得它有点像干拌麻辣糖 把水煮食材的方式变成了烤制 辣枯饼 这个厦门也有 皮是薄鞋的 真的是 嗯 好劲很大呢 菜头酸是腌萝卜 中间加的是花生糖 萝卜汁 酸甜 腌水果大部分选用的都是清脆口感的水果 切块 涂粉洞四个才十块钱耶 你看它像不像虎货 并不知道这两个都是什么成本 面线糊吃了两家 油亮油亮的咸饭 大桶的咸辣椒 酥鞋的大气肤 但我还是觉得第二家更多我的口味 咚咚咚好成面线糊 很多小板们都可以自己随便加 放减油仁 我觉得这家我们看起来比第一家好看 对 这家看起来还热气腾腾饭 还有好多白胡椒粉 这是泉州连锁吗 这边卖元宵的好多呀 我以后再也不说北方人吃元宵了 小吃的种类特别多 芋泥超级细腻 但我会觉得猪油味有一点重 蒜蓉汁 就是蒜香外的麻花 做法有点像糖雪球 路边走走平行的逛吃 就是这些了 接下来的景气就是去打开我们收藏的店咯 看起来的